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HKCEE 2009年的PAPER2第34條MC 事不宜遲先看看題目 他現在就說有個人叫文俊 他叫Peter 他就說袋裏面有三枚硬幣 分別是一元兩元和五元 他就說若果文俊現在從袋裏面 就抽出兩枚硬幣出來 隨機抽出來 兩枚硬幣出來 他就說現在他取得 足夠金錢買一枝 價值為三個半原子筆的概率是多少 不如我先highlight重點 他要求什麼 就取得足夠金錢去買一枝三個半原子筆 的概率是多少 簡單一句 他研出來那兩個銀子 一定要多過三個半 所以換句話來說 我們不如這樣 開張新的紙 我經常說做題目有圖有真相 不要看文字 文字就很難去攔機 所以我們先把文字轉化到圖像 好了 簡單一句 現在文俊 即Peter 應該就是 有個袋子 我就畫下一個袋子 是不是 那 現在他有三個小 分別就是 一元 兩元 還有一個五元 還有一個五元 好了 各一個 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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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成一 寫清楚一點 好了 他現在做什麼呢 就是現在抽出來 按兩個出來 隨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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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半的原子筆 是不是 即是說你按兩個銀子 要 夠給錢 夠給三個半的原子筆 好了 做這條題目的時候 我想說 你有兩個的概念 和一個技巧要認識 第一個的概念 先說第一個 就是一個 N的概念 在中文來說 就是一個叫做 同埋的概念 所以是一個叫做 成的技巧 好了 數學角度是成的技巧 至於第二個 就是一個 和的概念 即是 中文來說 就是一個叫做 的概念 數學角度來說 它是一個 的 加的概念 好了 事不宜遲 還看完 現在我們另外還有一個 技巧要認識 就是一個叫做 12的技巧 那我不如 等一下就用這條例子 去告訴你 怎樣用這個12的技巧 我先寫下12 即是說 第一下怎樣怎樣 第二下怎樣 不過 說真的 這個題目 就算你的手 塗在褲袋裡 一手拿兩個 銀子出來 其實都有先後之分 譬如 就算你當你一隻手 同一時間 塗兩個銀子出來 你抹一隻手 你都不會同一時間 看兩個銀子 你會先看一個 一個銀子 跟著之後 那個腦子 混合得快又慢 你混合了第一個銀子 是多少錢 才再混合第二個 是多少錢 所以一定有先後 一二支分 所以其實我就當 第一下怎樣怎樣 第二下怎樣 現在正式做題目了 重複 黃色部分 你現在是要找 抽出來的兩個銀子 是要夠錢給這個原子筆錢 即是三個半 即是要多過三個半 所以其實在這裏 我就會考慮 不如這樣 第一下我抽五元 如果你第一下抽到五元 你都不用考慮後面抽到什麼 你都已經足夠付錢 所以當然 你都要想想的 就是 你抽到一元 循例是來行公事 當然 第一下 又或者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 第一下你抽到五元 那我省下 我不捨 第二下 你可以抽兩元也可以 是嗎 都夠付錢 加起來就是七元 是不是 OK 而事實上 不如我不要那麼懶 寫完 好了 那事實上 那這裏 不單止這兩個可能性 其實是否還有第二個可能性 說真的 你不一定第一下抽到五元 那中規中矩 如果你可以抽到兩元也不太黑 是嗎 好了 如果你抽到兩元的話 你被迫著第二下 你要抽到多少錢才夠付錢 就是五元 是嗎 你抽到一元也是三元而已 所以這裏被迫著就要抽到五元 是不是 好了 那當然 這裏就是第三個可能性 是不是 好了 繼續了 那這裏呢 其實還有第四個可能性 就是你第一下 如果真的按黑仔 抽到一元 那沒有的 你唯一一個翻山的機會 夠錢給 就是你第二下 一定要抽到五元 是不是 好了 所以只有這四個可能性 你才可以夠錢給那三個半而已 好了 事不宜遲 我們又再想一下 究竟每個case的pability是多少 是不是 先考慮第一個情況 就是抽到五元和一元 好了 那第一下 如果抽到五元的機會 就是三個銀仔裡面 只有一個是五元而已 所以就是三分之一 好了 同埋了 同埋了 同埋就是一個成的概念 同埋第二下 你要抽到一元 那就是現在抽完五元走了 剩下的有兩個銀仔在一個袋裡 是不是 而事實上 只有一個銀仔是一元而已 所以就是二分之一 是不是 好了 又或者了 或者就是一個加的概念 好了 那 那麼 第一下 就是 換言之就是第二個情況 就是五元兩元 那就是說 第一下你要抽個銀仔是五元 那所以 這裏也是 三個銀仔只有一個是五元 所以那個pability就是三分之一 同埋了 同埋了 同埋就是一個成的概念 好了 同埋了什麼 就是第二下你逼著要抽兩元 所以現在剩下的一樣 就是有兩個銀仔在這裡 而你得一個銀仔是兩元 那所以pability就是二分之一 抽到兩元的銀仔 好了 又或者了 那當然就是一個加的概念 或者什麼呢 就是第三個可能性 就是二五 是吧 又或者 還有就是加的概念 還有第四個可能性就是一五 那 而是一上 你聰明的你都知道 其實每個case的pability 都會是三分之一成二分之一來的 那所以這裏呢 總共就是有幾個這些 oh sorry 對了 總共有幾個這些pability 其實就有1 2 3 4 就有四個 那所以如果你給我做 那我就會這樣寫了 那那個pability是什麼呢 那我就會說了 所以啊 the required pability 就會是等於 三分之一 再乘回二分之一 那當然啦 這裏有四個情況 都是同一個pability 就是三分一成二分一 沒有理由加四次的 那當然就當然是乘四 那所以其實終極答案 這裏就會出了 就會是 三分之二 好了 那即是正確答案 就會是 C 好了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裏了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再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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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